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一个创夏兄把新闻整理做个手版 说澳洲先任总理叫莫里森 因为中国用农业打压 就禁止他们的一些相关农业产品 特别是葡萄酒的出口 声望反而达到最高点61% 小麦也因为中国打压 很多人说好我们就来帮忙买澳洲的小麦 所以澳洲出口到全球增加了64% 那一路唱衰 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在野党 声望反而跌到最低 我的老同学吴嘉隆 他是总体经济学家 他提出一个总体经济学 有关这一次所谓中国单方面 禁止台湾的凤梨出口的一个观察 他说中共不买台湾的凤梨 可能还不买其他台湾的水果 也许是在反映更深层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中共能够掌握的外汇 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样多 而是根本就不够用了 所以要砍掉很多的外汇支出 他条列了很多 台湾的凤梨只是一个小的外汇支出 其他包括观光客 不仅不过来台湾到日本到美国 也通通他们自己内部就设限 他说外汇的短缺是这个议题之外 值得我们大家去关心的 中国大陆目前的总体经济 在外汇存量 外汇可动用的总额里面 是不是面临他的窘困的情况 阿苗 没有抱歉有个头版 有个新任的一个组织 叫做美国国会成立叫 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 AI发展已经成为 任何一个先进国家 都把它列为国家安全 国家发展很重要议题 那这个新任的这个委员会的执行长 叫做斯密特 他是前谷歌Google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一个管理者 OK 他的标题这样讲 美中竞赛 美国太依赖台湾的精品 依赖台湾不好吗 美国的这个委员会 国会报告示警 如果中国并吞台湾 将是一大竞争的问题 我依赖台湾 但我怕台湾被中国大陆并吞 他里面的话讲得很精彩 他说只相差台湾与大陆的距离 沃克就是指引长说 美国目前在半导体方面 领先中国大陆两个世代 大概20年 但必须尽快行动 以免失去优势 他说领先两个世代 与落后两个世代 只相差177公里 是指台湾跟大陆的 台湾海峡的距离 如果中国并吞台湾 对我们来说 将是一大竞争的问题 有人就衍生存问题说 好啊 你进我们的凤梨 像佐水雄就呛大陆说 你为什么不敢进台湾的晶片 你要的你就不敢动手 你不想要的就修理我们 你有什么心态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认为台湾在这次的凤梨事件 如果用一个望远镜去看 有没有看到未来的晶片事件的可能发展 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会禁用台湾的晶片 因为诚如Schmidt所说的 台湾的晶片是领先中国两个世代 如果说他要禁掉台湾的晶片的话 说实在的伤台湾三分 伤他自己七分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说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是不是又增加了 可是你去看增加的项目 主要是除了晶片之外的一些 自通讯跟光电的产品 这些产品到了中国之后 其实它并不是被中国人所消费的 而是中国在把它进一步组装 成为其他的产品之后 再去进行中国的外销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禁掉了 台湾占优势的产品 我指的是就是晶片 自通讯光电这些产品的话 对于中国反而是更大的重伤 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把晶片跟凤梨 作为两个例子作为对比的话 你会发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都是以贸易作为它的主梗 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 以凤梨而言在我看来 这个凤梨之乱 它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而已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凤梨远远不够格 作为贸易战的标的 首先第一个 凤梨占台湾的出口总额多少 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 你把台湾的凤梨 莲雾 香蕉 刚刚讲到槟榔 以及我们最近在讨论的 石斑鱼种种的所有的动植物 农鱼动植物产品加起来 它的出口的总金额每一年 这全部都加起来 占台湾的百分之一 所以以凤梨来讲的话 是远远不到百分之一 也许占台湾的出口总金额 根本不到百分之零点几 以这个事情来说 你去打击一个台湾的出口总金额 不到百分之一的项目 其实它根本没办法重伤台湾的经济 它重伤的是什么 它重伤的 它瞄准的其实是台湾的民心 以及政府领导的微信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个 农产品它是一个很容易引起 大家情绪反应的东西 因为台湾人非常的纯樸 非常善良 只要在新闻上 你呈现出来农民伤心落泪 然后我们的农产品 被销毁 这样的画面 其实民心是会浮动的 舆论是会大量的讨论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 中南部的县市 农民 他的心理受到影响之后 他会影响他的政治行为 以这些中南部的县市来讲的话 其实再次我们农民 是非常纯樸 非常善良 所以才会衍生说 你会看到说 有一些蓝营的人士 竟然发言 把他导向说 当初你们投给民进党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考量这个政治风险 其实这就是试图用这种 所谓的小小的凤梨 引发的心理上面的压力 OK 来压迫到台湾的选民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 其实中国现在自己本身内部有巨大的压力 习近平面临到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称帝 还是他会翻船的关键时期 而在这个关键时期 如果说两岸停滞不前的话 他拿不出成绩单 可是问题是 在2019年习近平已经开出了 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牌之后 我们的政府出了牌 并不是说接受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我们政府出了牌是我们提了另外一个条件 我们要对等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对话 那这两个牌兜不拢的时候 现在习近平想方设法的是什么 要逼迫台湾回到他的一国两制谈判桌 作为他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以这个凤梨之乱来讲 他影响到我们的民心 随后过来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观察到 随后过来的是 其实老共真正要的是 台湾回到他的一国两制谈判桌 所以你从前面的疫苗也好 或是这次的凤梨也好 你都可以听得到有一股声音 一直在说 台湾要跟老共去谈 台湾要跟老共去谈 可是这股声音从来不告诉你说 台湾要不要接受老共的政治前提 因为现在习近平都说 你不接受我的政治前提 你不接受一个中国 不接受一个两制 一国两制 那没得谈 那没得谈 那台湾当然不接受嘛 那现在这种种的一波一波 又一波的攻击 其实是他锁定的是心理上面 是不是说他透过这种方法 让我们台湾人民好像觉得说 不行不行 总是要回到谈判桌上去 那如果你形成了这一股 一定要回到谈判桌上去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能否坚守住 我们这种民主对话尊严的底线 还是他会在民意 所谓的民意的要求之下 去接受了中国的 一国两制前提的谈判桌 这个才是我认为 中国所设定的这个水果战争 所设定的这个凤梨之乱 他想要达到效果 所以您同意 这是一个play ball 凤梨是第一棒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反过来说 他球发过来 那我们当然要接球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说 为什么都要我们台湾人买来吃 难道甚至有人讲 难道袜子以后不能买 要买来吃吗 等等的东西 我认为那个都是滋味末节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 立刻展现出 我们台湾人民把凤梨吃爆买爆 并不是说我们台湾人 都是大胃王什么都吃得下 我们要展现的是一种 你球丢过来之后 完全有能力接球 我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把你的球接好了 所以不好意思 你这一招下不了我 心理战要用心理的方式去防御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四万顿削中国的凤梨 我们可以消化 为什么 因为这只占我们凤梨 年产量的十分之一 我们九成的凤梨 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吃掉的 所以以这个凤梨之乱 就算中国把我们凤梨全部禁掉 那其实是我们每一年 吃的凤梨多十分之一就好 我们就可以接下这个球 我们要告诉 不只是告诉中国 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 台湾自己的民众说 中国出这个农产品牌 无法打击到台湾 这才能够让中国去理解到说 对不起 他此路不通 他才不会继续走 因为万一今天一个礼拜 室内没有接起来 然后让这个东西延烧出去 延烧变成农民的不满的时候 中国才会食髓之味 今天有凤梨 明天有莲雾 下次是换槟榔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不能让他食髓之味 也不能够让这个所谓的凤梨 成为逼迫我们政府去接受 他的一国两制谈判桌的一个借口 我觉得要认知到这个心理战的本质 我们才能够拉出一条 我们心理上的防线 那让我们的民族成为一种 所谓的我们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 OK 所以全民热买台湾的凤梨 不是要证明我们的卫纳量有多大 而是要告诉中国大陆 我们的民族的信心有多么的坚强 在一起观察一下 我们才能咤证明她的匿颜色 将军事长 我们就需要您的匿颜色 可是也能够更wife 需要您的匿颜色 所以也能够提示一下 那具举时 不及会更加我 之一的